香港,一座融合东西的全球化都市 天南地北的移民在此聚集 也因此造就了其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 茶是香港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很多香港人的一天就是从一杯早茶开始的 香港人其实还算比较幸福的一个地方 它早期的茶楼都有四五款茶可以选 因为国内的话,比如说一个地方可能就只有一款茶 就是当地的茶 所以香港它一般都是去到茶楼去喝的一种两件什么的 就去回归有很多老的酒楼,把这个整个酒楼卖掉 然后当时就出了很多的大量的老的普尔茶 然后推动了普尔的文化 与普通茶楼不同 位于上环的这间茶室主打陈年普尔,盐茶 是香港为数不多的纯中式茶楼 2014年,茶室主人刘振骏带着河南老家的君子 与一直热爱的茶文化来到香港 三年后,他从朋友手中接过这间茶室自己经营 出于对文艺大师封子凯的钟爱 他将茶室灌以封子凯故居之名,圆圆堂 温壶,投茶,冲泡,出汤,分杯,凤茶 古茶与滚水在紫沙老湖中相遇,庆色初香,茶味生疼 虽有好茶相逢,但刘振骏坦言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们似乎已习惯快节奏的生活 愿意花时间做下平一盏茶的人少之又少 因为香港人他每个人都是很忙,很忙碌 天天都是没有时间,很急躁 可能就喝那些一杯杯的那种饮料啊 或者是可乐啊,咖啡啊都比较多 茶它本来就是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以茶会友啊,以茶修身养性啊 比如说他们累了,或者是心里烦了 或者是太累了,可以有一个歇息的一个地方 让心里放松放松,身心安定一点 在刘振骏看来,茶文化源于中国,星于中国 但却应该属于全世界 眼看生意低迷,他下决心要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中国茶 于是他在茶室中办起了定期的品名课,茶艺班 通过社交平台以低门槛招收有兴趣了解中式茶文化的学生 经过数月的招生,来学艺的人从80后扩展到90后,甚至00后 但对于来自内地的刘振骏来说,要顺畅地授课 语言问题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一开始刚来香港的话,就是天天在讲白话嘛 其实都是很别扭很别扭的 以前也会,但是都是很怕修敢讲嘛 但是来到香港没办法就一定要讲嘛 所以有时候一着急呢,就会讲到偏料了 所以就不是那么准,然后别人也会笑你这个 然后就教你怎样怎样讲,但是很难 也是学的还是不准的,对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耕耘 眼看茶室就要步上正轨 但2019年的一场修理风波却又让小店的生意跌回谷底 刘振骏回忆,彼时黑豹势力猖獗 与他相熟的内地茶客甚至不敢在大街上开口说话 只有来到茶室中才敢用普通话相互交流 这让刘振骏既气愤又无奈 最让他不能理解的是,自己有时的仗义直言与内地背景 竟让这间茶室也遭受牵连 因为毕竟以前那个时候其实蛮严重的 对,可能平白无辜就挨打,那个很吓人的嘛,是不是啊 讲普通话就会被打了 然后他们在中华好像都不敢这么讲话,是不是 他们也知道我是国内来的嘛 所以可能不管怎么样也是有一点的 如今,虽社会已游乱象制,但疫情仍持续反复 刘振骏的茶室依旧门庭冷落 但他并不想放弃,希望将这份有意义的事业一直做下去 一直在坚持,一直在投入的 也不想那么容易,轻易放弃吧 对,希望不要有疫情,也不要再失会 就是慢慢希望香港好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